哈喽大家好 今天呢我们想秀给大家 怎样去更换汽车的杂皮 和那个杂盘 也就是说我们可以看到 我们现在可以看到 就是汽车的杂皮 也就是我们可以看到的 就是在这个 这个底下的这个杂皮 就是一个杂的杂皮 然后呢还有一个杂盘 杂盘就是这个铁盘子 这个杂盘 它的这个杂皮呢一般来说 就是因为它的杂 所谓这个汽车的杂呢 它是靠这样一个 原理就是说 通过一个摩擦 然后摩擦 让这个杂皮呢扣住它 扣住这个杂盘 然后杂盘是和轮子 连在一起的这样的话 它就可以通过摩擦 抓住它以后然后就像 这个手一样 就像这个像是一个手一样 然后它抓住这个盘 这个扎盘 然后这个扎盘呢 然后它抓住 它的扎盘呢是连在轮子上 所以说你这个 就它杂皮呢 然后它一抓 就等于抓紧这个扎盘 然后这个扎盘呢 就被 然后它旋转的时候 就受到摩擦 从而呢让这个扎盘呢 有一定的就是 受到摩擦力 这样的话这个 这个车呢 轮子就能被砸住 它就是通过摩擦力 来进行砸住 那么我们刚才说了 那如果要是通过摩擦呢 就是它受两个方面 一个是砸皮 外边的砸皮 它要和这个砸盘 进行摩擦才可以 那么砸皮呢 它过一段时间呢 它就被摩擦掉了 就是摩擦 被摩擦 是一个消耗的东西 那么这个材料呢 它过一段时间呢 就会被摩擦掉 就会越来越摩擦小了 那么砸盘呢 同时也被摩擦 所以说呢 一般来说呢 你们要 一般来说呢 倾记我们 过一段时间 这个根据你刹车的情况 多少 那么砸皮呢 是需要倾记 是需要倾记 所以改的 所以要换的 但是我们不能说是 光换砸皮 那么砸盘呢 过一段时间 也会被摩擦掉 所以它会磨得越磨越薄 就是这个砸盘 就是这个砸盘呢 我们可以看到 它会磨得越磨越薄 这样的话 越磨越薄以后 如果你不及时的更换呢 那么在高速公路行 在刹盘的刹车的时候 有可能 因为它是很热很高的 这很旋转非常的快 然后它一砸 又受到高温的摩擦以后 如果太薄了以后 它有可能会断掉 或者会裂掉 这样的话 就是非常危险的一件事情 所以说呢 我基本上就是说 换几个砸皮以后 我一看这个砸盘 有一定的磨水呢 以后 然后我就把它换掉 这样换掉以后 我们会get一个新的 厚的 这样的话 会更安全一样 更安全 所以说呢 这个砸皮和砸盘 是过一段时间 就要被重新换新的 扎皮 看到了吗 这是扎皮 我们可以看到扎皮 扎皮 这个是扎皮 然后这个是砸盘 那么扎皮呢 扣子扎盘 然后它们摩擦 然后厚住这个 我们可以厚住这个 这个砸盘 我们厚住这个砸盘 那么这个砸盘呢 它是靠磨水 你看 已经开始磨水 所以说 我们要换掉它 因为这个东西呢 如果要是自己换 就不贵 如果要是让别人换 就是如果要让车行人去换 那么它往往就 就会花很多钱 那么 那么 那么今天呢 我就想秀给大家 实际上自己可以换 而且换的 比它们换的还更安全 也更好 因为我们选择的材料 都是最好的扎皮 因为 这个扎皮和扎盘的这个价格呢 也是不一样 最便宜的 也就有20块钱左右的扎皮 那么贵的呢 有58块钱 甚至60块钱的扎皮 那么那个扎盘呢 也是这样的一个 那么一个扎盘呢 大概 贵的是50多块钱 那么便宜的呢 有20来块钱 所以说呢 你要是叫这个车行人给你换的话 它肯定都是最便宜的给你换 换上去 所以说呢 所以说呢 所以说自己换的往往有一些advantage 就是说 你知道你换的是什么样的东西 你知道是 你用的是什么材料 然后换的 然后你知道你的那些 弱势扭的怎么样 紧不紧 这些东西 好可以 我们可以 今天呢 我就秀给大家 实际上换的这个并不复杂 那么我们首先把轮子卸下来 卸下来以后 然后我们把扎盘 把这个扎皮掏出来 掏出来以后 然后我们再换这个扎盘 就好了 那么修车的第一个路 就是安全 所以一定是安全第一 那么所以说 我们在修车之前 无论动什么东西 我们都要把它轮子 用前后两个木头 把它后过 这样的话 以防这个轮子有滑动的现象 那么我们再用千斤顶 把这个车那么顶起来 顶起来 顶起来的目的就是说 我们要放一个木头 或者是放一个支撑的东西 这样会厚住这个车 让车抬起来 其实每辆汽车都有千斤顶 那么我的这种就是 稍微的高级一点千斤顶 实际上这个车里边的千斤顶 我没有用那个 我用了我的这个液压的千斤顶 然后我用一个转 那么我把它放在车底下 这样的话 它可以支撑这个量汽车的 把它支撑起来 这样的话这个轮子就抬起来 那么有的人呢 直接用千斤顶也可以 不过只要你不钻到车底下 千斤顶还是OK的 但是最好是用一个木头 或者用这个木头把它支起来 或者我正好有个这个铁架子 我把它支起来 然后我们就开始把轮子卸下来 那么注意到我的这个这个把手 这个铃的这个把手比较长 实际上它是汽车备有的这个把手呢 实际上都是不长的 那么我加了一个铁桶 铁管在后边伸进去 这样的话作为一个 腌长的这个把手 这样的话就 嗯 卸轮子和凝落子就很紧 就很方便 是个华尔弹 劲也很大 嗯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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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意到我把卸下轮子都放在车身的下边 这也是有意思的 就是just in case 那注意到这上面盘子上面有两个洛室 实际上它只是hold住这个盘子 for installation用的 那么实际上它并不使劲 所以我们把这两个洛室卸下来 那么注意到我们要把这个盘拿下来 那么后边有四个洛室 那么有两个大的两个小的 那两个大的呢 我们换盘的时候需要把这两个大的洛室松开 我们就可以把整个的盘可以拿出来 如果我们只换杂皮的话 我们就只换只松开其中的两个小洛室 就可以把这上面的这个手给拿下来 这样的话我们就只换杂皮 而杂盘呢不用换 也这样的话也换那两个大洛室 我们不用松 那么从画面上看 我这个空间很小 然后把手很短 然后我就用这个中间掐了一个扳手 这样的话掐住它 这样扳手和手 把手合在一起 两个手一起使劲 这样就让这个洛室就很容易松下来 所以这也是一个小窍门 同样松下边的洛室 我也用同样的办法 就是用一个扳手 额外的一个扳手 去厚着住这个凝落室的扳手的这个 把这样的话 两个一起使劲 这样就很容易把这个洛室凝松了 这样就把两个后边的洛室 就慢慢地都这样松开 松掉 都松下来了 那么洛室松了以后 我们就可以把后杂的这个 这个手 这个就是 这个装置 我们就可以把它这样 把它拉开 把它这样手把它奔出来 就关了 就可以很容易把它拿下来 看 很容易我们就把它盖开拿掉了 我们把它这个地方清理一下 我们把这个擦盘的这个地方清理一下 我们用清洁剂 这个在这些 奥特的这个parts 这些store里边都可以买到 现在我们就可以把新的扎盘 我们可以上上就可以了 注意两个这个洛室盐 两个那个后的这个洛室盐 要对应起来 然后我们再把那两个洛室上上 这两个洛室主要是用来 厚着住这个 扎盘的用的 所以说它并不使劲 但是厚着是扎盘 所以说我们可以用手凝昂的 然后用洛室刀再上紧它 那么basically我们是把这两个洛室把它上紧它 那么basically我们是把这两个洛室把它上紧它 这个两个洛室 拧得紧紧的 这两个洛室厚的时候这个扎盘用 ok了 now it's good 那么我们现在看到这个扎 那个扎装置 那个扎呢它是一种液压的装置 那么中间的这个圆的有个圆的圈 它这个东西呢就是说当液压推动在后边推动它的时候 然后这个圆的呢 它来压这个扎皮 这样的话就让扎皮之间的距离减少 从而起的这个刹车的作用 所以中间的这个地方 因为它的这个空间呢 是原来的空间比较小 所以说我们需要把这个中间的这个圆的推动的这个圆圈把它push back 所以说我们要用一些扳手或者是什么顶的一个东西 然后把它慢慢的推进去 这样的话我们可以获得更宽的空间 这样的话我们新的这个扎皮放进去以后 我们就可以比较容易的放在我们的扎盘里边去 否则的话因为中间的这个推动的这个东西 它是原来的那个流有原来的那个距离 所以说呢它那个原来的而比较薄了已经 所以说它之间的距离不够 所以我们需要把它push back 那么用来把它推回去的这些工具呢 实际上实际上在这个一些卖汽车配件的地方 他们都可以租给你用 就是一个扳手 它可以拧 然后让拧了以后然后把它推回去 这个扳手呢都是免费的 免费的 所以说你可以上那租借一下 然后使用 用完以后再还给它 不过我有一个类似于这个装置 所以我就没有用它原来的这个去戒 有的时候我也用 有的时候我也去戒 可以用这么一个旧的 用这个旧的这个东西把它这样放在这个地方 就OK了 放在这里 放在这个地方以后 放在这里以后 然后我们用这样的 用这样的一个东西 把它 然后我们把它push进去 就OK了 因为我可以这样拧啊拧啊 这样的话我把它这样顶进去 这样一个落势嘛 它这样拧啊越拧越往里顶 这样的话就会把中间的那个圆圈给推回去 好这样 下去 下去 你 你 鸡煎 这样扑进去以后,然后我们再把它拿出来 拿出来以后,我们再把这个再掏出来 我们是把这个圈把它压进去了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它已经压到底部了 压到底部以后,这样的空间,这个地方的空间就大了 空间大了以后,我们就可以把我们这个地方的空间就大了 那么这个地方空间大了以后,我们就可以放新的东西 可以了,OK 那么我们现在就是把这个给它放进去 把这个扎皮放进去 我们把这个边,把这个扎皮从这放进去 我们从这个地方放进去 然后我们再把这个扎皮呢 从这边扣进去,放进去 都放进去,一边一个 我们这样一边一个,放好以后 这个时候我们就开始把它再装回去 装回去就是扣回去就可以了 那么扣回去以后,然后我们就开始上落石 把那两个大落石垫 把那两个大落石拧拧上以后 然后就大功高成了 把那两个大落石垫拧上以后 把那两个大落石垫拧上以后 然后就大功高成了 OK啦 Žう b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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 b p b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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 好,好了 OK,现在我们这个地方烧好了 好了,好了以后,我们现在做的事情就是 好,好了以后,有一点 好,好了以后,插一招 我们把千斤顶松下松开这样的话千斤顶就撤下来了 撤下来以后汽车就落下来了 落下来以后我们再紧一下轮子就ready 准备 現在結束 好了 今天就分享到这个地方 希望今天的视频 对大家有所启发和帮助 如果你喜欢今天的视频 请点击屏幕右下方的连接键 订阅 转发 点赞和收藏 谢谢大家 继续 继续